你要知道這個病毒現在傳染性特別強 川普總統感染後病情發展得很快 它很快就是從輕症到中症 它中間有呼吸困難 是中症不是重症 美國的《每日郵報》有報導 說川普總統今天已經用了什麼藥 用的是瑞德西韋療法 瑞德西韋眾所收知 都是一個進入了比較嚴重的時候用的藥 很多戰友都說輕綠葵用墨化比較好 我不建議小朋友直接服用輕綠葵 輕綠葵在水裡會自然溶解 溶液是溶溢了輕綠葵的溶液 那些白色粉末是白色的沉澱脈 都可以過濾了它 無所謂的 只取清澈的溶液 放在毛化肌毛化後 每日咳取2至3毫升 如果用專業的醫用毛化肌 就咳取2至3毫升 沒有的就用普通的毛化肌 咳取2毫升到鼻腔和口腔 這種毛化對小朋友的防護應該就達到了 特別是對老年人 成年人如果在高危環境 我建議還是按照嚴博士的方法服用比較安全 特勤局說有20多個人也感染確診 然後還有幾個司機 川普總統的司機也感染確診 所以這個時候你想一下 我昨天也有想 麥博士你想一下 現在這個川普總統確診 這個病毒的傳染性這麼強 然後川普之前的這些鷹派幕僚 比如說納阿羅或者他的子女 不可能去醫院照顧他 安雄你說怎麼照顧 去一個就是傳染一個 中招一個 是不是 那他現在所有的安全 就真的要指望那些特勤局的人 和那些醫生 你想一下 等於說中招的人 全部都是川普總統最信德國的人 等於說最信德國的人 天天和他一起的人 全部中招 全部入院 現在等於說換了批新人 全部都是新的 那你覺得恐不恐怖呢? 你說中共 說真的 在司法部文件和三個硬盤裡面 會牽扯到多少人 中共在臨死之前做得出來的 絕對做得出來 這種同歸於盡的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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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